在演算法,演算法比較簡單 不過科技領域通常把演算法擴大 就是狹隘解釋,解釋寫層次 還有那個什麼資料結構 什麼搜尋、排序的那些 所以你去他們高中以上的人講運算思維 他就只講演算法跟資料結構 他以為這兩個東西就是運算思維的全部 所以他們都在講這個 但是其他部分他們都不會講 但是高中以上 但是我們的運算思維是一般道中的運算思維 所以我們會講這些部分 那我們的國中小的演算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SOP 科技領域最喜歡講SOP 所以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已經知道他的解法 解法就是A做完做B、B做完做C、C做完做D 如果做完的結果是怎麼樣 就選擇做E,不然就是走F 就是你把那個解法搞清楚之後 你把標準流程寫出來 這一套SOP就是演算法 所以以後你遇到這個問題 你就是弄這個演算法 他就解決了 這個東西就是演算法 所以不要以為演算法是多麼高深的學問 根本就不是 他就是一個流程 所以你們一定很多那個兼行證的老師 你的背後的櫃子很多卷宗 很多卷宗 半圓遊會流程是什麼? 裡面都寫得一清二楚 尤其你新的來交接的時候 認識人不重要 最重要是問他 之前的卷宗在哪裡? 如果那個老師很狠心 不好意思 我的硬碟中毒死掉了 這種人就是沒有皮 現在都這麼流行 雲端輩分 你還在跟我說你的東西不見 那擺明就是不想交接給你 因為他的前人的知識 他的演算法 他各種事情的演算法 各種問題的解決步驟 他都有流程 尤其是那個 尤其是那個 跟要負責任 要負責任的這種東西 他都一定會有一個流程 什麼通報流程 像這種東西都一定會有一個流程 你都要按照那個步驟走 如果你沒有按照那個步驟走 你一定過不了這一關 比如說學校出現一個怪怪的老師 你想把他弄掉 那就要走那個輔導流程 如果你有一個地方沒有按照那個輔導流程走 法院就不通過 為什麼? 因為就是程序正義的問題 就是沒有照程序 所以這演算法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 如果你已經解決完一些事 你想要教別人來解決這個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把那個步驟寫清楚 你要做這個事就按照這個步驟就對了 那這樣的人呢 他通常可以當一個小小的領班 Leader 或者是主任主長 因為他們很有執行力 執行力 他們可以把 老師不知道要做什麼事 那主任就寫清楚 這個要做這個 然後寫到順序 寫到之後就做這些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樣是一個小小的Leader 這樣的能力 他會排步驟 會把那個可行的方案 調理分離把它弄清楚 這個就是演算法